香港电影的没落基本就是台湾市场的崩溃 影致香港市场的没落 香港电影的辉煌离不开当时台湾市场带来巨大的利润支撑 当然香港电影在台湾票房也让台湾片商赚的盆满钵满 而这一切在周星驰季工在台湾发行票房惨败后发生转折 台湾片商王英祥以3000万台币的价格买到季工在台湾的发行权 但上映之后却票房惨淡 被王精炮轰 港片的落寞就是从季工开始 有人称周星驰电影里面比较喜欢的一部 也有人称这是周星驰电影中比较烂的 时隔30年四舅想为本片平反 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不是一部烂片 其中九世野鸡 九世乞丐 九世恶人 以及满天诸佛碌碌无为的现象 更是能戳中这个时代的通楚 九天之上电闪雷鸣 诸天神佛群英慧翠 他们来找玉帝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投诉降龙罗汉的胡作非为 王母高他将盘桃树上的盘桃 全部偷去给牛郎的牛吃了 月老告他乱搞凡间男女关系 阎王告他偷了自己的生死簿 改得一塌糊涂 开头的一幕让我想到了戏游记中 阎王撞告孙悟空的场景 有人问 孙悟空改的生死簿 为什么阎王不改回来啊 阎王其实巴不得孙悟空改呢 本就一团糟糕的生死簿被孙悟空一弄 不用处理麻烦还有人背锅 表面看猴子把天上的神仙都得罪了 但当他取经路上摇人的时候 大家都随喊随套 这里同样也是这样的道理 我就不相信王母没有私自把盘桃送给别人 为了怕玉帝发现 就夸大成分状告降龙 开场就狠狠地讽刺了职场 玉帝让手下将降龙抓上殿 过来的却是伏虎 降龙和伏虎是一对兄弟 他是来向大家求情的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伏虎是真的讲义气 如果是其他神仙的话 早就和降龙切割了 更不可能为他求情 仲仙根本不给对方面子 还诬陷伏虎也有份 来的正是由星爷扮演的降龙 降龙一过来就开始嘲讽众仙 早军每逢年尾就在凡间搞便宜 人家不给他就打人 玉老张着几根破红绳就乱扯 为什么不肯把梁山伯和祝银台拴在一起 非得搞得他们化为蝴蝶 找他这样搞下去 想到前段时间印度人和蜥蜴的荒唐事 惊呼星爷真是神欲言 阎王更加过分 凡间女子连生了16个女儿 就是不肯给他一个儿子 搞得女子跳海自尽 到了地狱还冤枉他是枉死 被罚炸油锅 就是神仙这种漠视凡间生命的行为 才让降龙做出违背天条的行为 玉帝却说 凡间的命运早已经成定数 并无不妥 他只是照例行事 降龙大骂天条是笑话 这句话真是讽刺性拉满 玉帝要将两人打入凡间 一个做猪一个做狗 时事不得轮回 然而罗汉这个地位可不低呀 罗汉是佛教中修行得到的圣者 在小城佛教中 这是佛教弟子修行所能达到的最高果位 而在大城佛教中 一般认为罗汉的地位在佛和菩萨之后 排在第三档 因此由梅艳芳扮演的观音菩萨就出现了 他替降龙说情 观音的面子玉帝也不能不给 于是和降龙打赌 让他下凡体验一下 并且给他选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的命运已经注定 一个做九世乞丐 一个做九世野鸡 一个做九世恶人 如果降龙能够改变这三个人的命运的话 就算他赢 要求不准用法力 用诚意感化他们 菩萨给了他三天的时间 天上一天 人间十年 三十年时间足够了 兄弟伏虎很是担心他 没了法力 打又打不了 到下面死定了 菩萨不会让他轻易死掉 他告诉降龙 凡间有一句他的金身 只要找到金身和二为一 就能保住肉身不灭 也可以穿越阴阳 返回天庭 菩萨还送了他一把心想事成善 能让人产生幻觉 每天只能用三次 大家记住这句话 福虎拿过扇子看了看 有了这个他就放心多了 谁知门神一脚将降龙给踹了下去 扇子都没来得及拿 福虎只好让另一位门神陪他下去一趟 凡间国庆寺 一对夫妇来到寺庙求子 男子的身份是节度使李茂春 为官清廉 妻子却四十了 一直没有子嗣 历史上也确有此人 李茂春的高祖李尊勋 是宋太宗驸马 真国君节度使 这时降龙金身掉了下来 就这样降龙投胎到了李茂春的家中 李茂春为降龙取名为李修园 降龙降生的这一天 家里长出了一屋子的东姑 李茂春听说显贵诞生 就会有灵芝异象出现 所以对这个儿子很是看好 另一边 福虎和门神也来到了这里 然而两人用了两天的时间 降龙已经长大成人 他现在成了凡人 看不到福虎 想要和他接触 福虎只有投胎转世变成凡人 为了防止两人无法沟通 门神会将他给吹大 刚好有队一家四口来到极度使家借厕所 其中就有一个大都婆 福虎飞向他肚子的时候 女子突然走开 导致福虎钻进了老太婆的肚子里 门神一看扇子没拿 就扔了进去 结果让那个女人生了把扇子 婆婆抱着一个儿子出来了 门神开始吹气 一家四口以为孩子是妖怪给吓跑了 李茂春一家善良愿意收留他 因为是强行吹大的 福虎成了白痴 饭量却是极其的大 等到乌云盖月的时候 上面的筋势会变弱 福虎会恢复正常 他要赶紧告诉降龙 他是神仙下凡 打雷的时候 把头伸出去 就会全部击起来了 这天降龙带着福虎来看大夫的时候 遇到了遗乡院的小玉 大家都骂他不知廉耻 降龙也和这些凡人一样大骂 结果雷劈到了降龙 让他恢复了记忆 降龙看到好兄弟福虎 为了帮他变成了傻子 十分的感动 他扭头看向小玉 才发现 他就是玉帝选中的九世野鸡 他劝大家不要互相残杀 这里的动作是耶稣救大拉使的手势 大家却说他是野鸡 这里指的是金国女英雄梁红玉 他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 生在一个武将世家 本来是一个将军的人才 无奈家道中落 没有办法做了娼妓 后来在宴会上遇见了名将韩世忠 两人一见钟情结为了夫妻 梁红玉随韩世忠南征北战 先后在平定苗流叛乱 皇天荡之战中立功 获逢国安夫人 护国夫人 大家就是敬佩梁红玉 才放过了小玉 小玉记住了这个特殊的男人 降龙来到国庆寺 把土地叫了出来 土地告诉他 把金身拿回来就没事了 他这个金身好多人都来抢 你是土地还是土地 这里是打去土地宫这位演员陈慧敏 他是现实中真正的黑帮大哥 1961年 陈慧敏加入香港黑社会组织14K 在黑道上颇有名气 被很多人尊称为骆驼哥 我们继续说回电影 降龙见到了自己的金身 他告诉这里的大师 降龙罗汉就是他本人 自己下凡是半点小事情 他要认大师为师傅 出家当和尚 一般人肯定是把他当神经病 但是大师却说一看到他就很欣赏他 再结合前面 他拿着降龙的佛像对李茂春说的话 可见大师身份不一般 他到底是谁 我们稍后再说 降龙换上了和尚的衣服 让大师给他起一个名 你这么顶着叫你仔顶啊 这时门外响起一阵惨叫声 九师乞丐正在被九师恶人追杀 这下全部起了 降龙也不用专门去找了 那么降龙是怎么说服他们的呢 他先是朝九师恶人吐了一口痰 接着殴打了他一顿 他要让九师恶人了解被人欺负的痛苦 西游祥摸篇的 尔哥三百手的灵感 应该就是出自这里吧 然而他想的太简单了 九师恶人说了句不可能 就离开了这里 他接着让九师乞丐不要再行起了 让他跟自己回家 九师乞丐不从 激公就强行拉他回了家 家里一片狼藉 墙上写着李修园 我是要杀你全家 这里有好多人说 李修园和李修贤声音接近 周星驰是假借角色 指丧骂怀 为的是骂自己的恩师李修贤 李修园和李修贤只差了一个字 而且还挺押韵 然而激公真的叫李修园 大家仔细听粤语版 也根本不像啊 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人的故事 1988年 26岁的周星驰 得到李修贤的赏识 签约了李修贤的万能电影公司 首部作品霹雳先锋 便拿到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自此引得影谈关注 为日后扬名立万打下了基础 但是周星驰后面成名后 却还是只领着70万的固定片酬 很多电影公司拿着几百万 甚至1000多万来找他 但不知是李修贤阻挡 还是周星驰不敢毁约 最终还是没接 后来周星驰的风格逐渐固定 警匪片出身的李修贤 已经把控不住 再加上当时黑帮猖獗 每天都有人对着周星驰虎视眈眈 李修贤双拳难敌四手 一番周转之下 把周星驰卖给了实力雄厚的相使兄弟 离开李修贤之后 两人不合的舆论甚嚣沉上 愈演愈烈 李修贤的徒弟程奎安也曾说 周星驰望恩负义 包括王精等人也说过 然而周星驰从来没有在私底下 说过别人的不好 也对任何人的批评不知可否 他只是一如既往地努力演着戏拍着戏 为观众奉献一部又一部好看的电影 我们继续说回电影 父亲李茂春问他 怎么惹上元天罢了 降龙不仅不生气 还说他做事有条理 李茂春直接被气死了 降龙却说他是寿终正寝 福气到极点了 下辈子做皇帝 已经很不错了 降龙还让母亲跟李茂春一块死 降龙是最无情也是最有情的 降龙是站在神仙的角度来看待 李茂春的死亡 他是因果轮回 命由天定 然而降龙这番做法在凡人眼里 完全是一种无情无义的表现 但他却愿意放下降龙罗汉高高在上的身份 进入到凡间 将自己的怜悯付诸行动 想要去普渡世人 也确实去了 就这一点上来说 就已经是诸天神佛无法比拟的 所以说降龙是无情的 也是有情的 菩萨说 让降龙来凡间救这三人 其实也是让他度自己 让他站在凡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九世恶人 九世野鸡 九世乞丐 分别印证了 称 贪 吃 这三个佛家理念 凡人想要改变命运 只能通过自我觉醒 但激光现在还是站在神仙的角度考虑问题 他着急向玉帝证明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的方法自然不会成功 我们来看 他是怎么救这三人的 降龙带着九世乞丐来到一家餐馆 变出了许多的金子给他 想让他通过金子找到自尊 然而九世乞丐有了钱 还是想吃鸡屁股 老发的叫温气了 拿下口先 九世乞丐却连叫餐的勇气都没有 降龙只知道逼对方改变 人家真的只是想吃鸡屁股 不听他的就进行殴打 降龙变出真身 告诉大家自己是神仙 可以实现他所有的愿望 大众说 自己再也不想做大众乞丐了 我要做一个神仙 如果不是自愿改变 做神仙也改变不了命运 又是一个乌云盖月的日子 浮虎恢复着记忆 门神下凡为他通风报庆 上面已经知道了浮虎四字下凡 要派温神下来 散播瘟疫 到时候伤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人 全算在浮虎的头上 这就是神仙 为了惩罚浮虎 完全不顾凡人的性命 他们怎么可能会和凡人感同身受呢 浮虎问他是哪个部门的 门神说是康乐部 浮虎不解 康乐部是搞旅游的 这里真是狠狠讽刺了职场 门神下凡一夜之间死了上百人 有道士假扮成降龙罗汉 让百姓们凑一千两白银给他 他做一场法事就能消灾解难 降龙为了惩罚他 在他的脸上变出了两颗大黑痣 道士说还要找个人出来祭神 这个人是专门去送死的 有个阿婆跳出来说 遗乡院多的是 九十恶人是这里的老板 九十恶人让小姐们围成一个圈 让手下躺在地上转圈 指到谁谁就去祭神 本来指的不是小玉 但是这个小姐和手下友谊腿 就耍赖指向了小玉 九十恶人也不听他解释 给了一巴掌让人带走了 降龙要救他 但擅自一天三次机会用完了 他和大总在大家面前演了一场戏 降龙问道士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就没有瘟疫了 道士说是玉帝托梦告诉我的 大总这是说 王母托梦告诉我要烧你老妈 并且骂你三次 脸上那两块黑痣就没有了 道士不理他们 点燃了火把 降龙赶紧骂了三句 黑痣真的没了 这两个黑痣本来就是降龙变的 如今时间到了 黑痣也就消失了 百姓这下相信了 降龙说的才是真的 降龙对大家说 以后不会再有瘟疫了 马上放人 有人问 还有瘟疫那怎么办呢 这句话真的是狠狠讽刺了那些看热闹的 事不关己搞过挂起 事若关己关己必乱 火势现在太大 没法放人 降龙只好扑过去救下了小玉 小玉爱上了这个为他奋不顾身的男人 小玉不解 他问这些男人在床上平时都对他挺好的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降龙用马桶做了个例子给他解释 坐紧的时候 小玉固然就是很畅怀的 但是断不会对马桶产生感情 小玉很感谢他 所以要用身体报答他 降龙让小玉换一个工作 卖豆腐就不错 降龙被气到吐血 小玉听降龙的话真去卖豆腐了 但方式太过邪恶 只要买他的豆腐就能和他做运动 他肯改的 是用错方法的 降龙自己何尝不是呢 想让他们改变 必须通过其他的方法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大种让降龙在小玉面前 不要叫他大种乞丐 降龙这才发现在小玉面前 大种才会有自尊心 降龙发现爱可以让他们改变 以为自己赢定了 然而真的如此吗 降龙将大种变成了一个翩翩公子 手握黄金 让他去和小玉约会 降龙让大种切记 出更时一定要走 不然法力就会消失 大种变成翩翩公子 还是让老宝给他上了一盘鸡屁股 小玉认出了大种 就是降龙身边的乞丐 但他没有因为这个身份 就看不起大种 反而要和他做朋友 这时九诗恶人袁天霸 也来到了这里 对待他 降龙还是以恶制恶的方式 他用法力变成少林打魔祖师 要逼他做和尚 然而不管怎么打 对方就是不服气 甚至用匕首杀降龙 如果降龙没变身的话 就被对方刺死了 自己想要拯救对方的命运 对方却想要置自己于死地 降龙动了杀心 贪嗔痴 已经成了降龙的心魔 还好他想起了 菩萨对自己说的话 降龙将手中的刀给扔掉 这时时辰一到 降龙的法力要消失了 他赶紧提醒大种离开 然而大种和小玉相谈甚欢 没有听到声音 大种变成了乞丐 小玉并没有赶他走 降龙想要去救人 却被别人错任给拦住了 命运捉弄啊 袁天霸看到大种后就十分火大 将他给暴打一顿 还将小玉绑了起来 当着大种的面狠狠羞辱小玉 为了小玉 他用凳子砸向袁天霸 但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最后他自我觉醒 炉天霸还让降龙眼睁睁 看着自己是怎么欺负小玉的 这里真的看的人很绝望 这也是这部电影票房不高的原因 和其他周氏喜剧相比太压抑了 降龙被扔出去后 他找到土地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大种 大种是亡死的 降龙不管 让土地想办法 土地告诉降龙 亡死一定会下地狱 阎罗王没得商量 不过在进入地狱之前 有一段是邪神黑罗煞的地盘 他是可以谈条件的 然而想要进入那里 只有降龙和金身合体 大师阻拦降龙 这个金身是不能离开这间寺庙的 降龙只好将对方变成大字 降龙来了地府 他本想通过如来佛祖下注邪神 邪神一脚将他给踩扁 邪神让降龙用自己的金身来换大种的命 济公明知 没有金身他就不能返回天庭 但他还是换了 然而邪神并没有履行承诺 吸走了大种的魂魄 大种没救 金身还没了 他扛着大种的尸体来到了清国寺 然而因为降龙和邪神做交易 所有的神仙怕受连累 不愿意再和降龙在一起了 连土地也都跑了 这里真是细节满满 所有的佛像都倒了 只有福虎这个好兄弟愿意陪着他 菩萨流下了一滴眼泪 然后碎了 你都怪我 降龙想让他复原 然而扇子也毁了 这完全把降龙逼上了绝路 小玉还在寻找他所谓的爱情 我不收钱 降龙出现将小玉带走 逼上绝路的降龙急于求成 他问小玉怎么样才能开心 降龙当场就要娶小玉 小玉很开心 他问季工爱自己有多深 降龙说和爱大种一样 小玉想和降龙生个孩子 但降龙说来不及了 如果神仙和凡人结合的话 天庭就会惩罚他们 变成一块木头 刚说完 降龙的手和脚就变了 降龙急了指着小玉说 不管你嫁不嫁 都不可以再当妓女 小玉看出了降龙一点都不爱他 季工没有拯救他们 自己反而变成了半人半木头 另一边 袁天霸其实是邪神的信徒 他杀大种都是邪神的阴谋 他在怡春院大开杀戒 他要用七七四十九人的血 浸泡降龙的金身 这样他就失去了法力 什么都没有的季工还有兄弟 腹虎和门神下凡和降龙合体 破了降龙的木身 降龙对着袁天霸暴打了一顿 腹虎告诉降龙 他和上面谈好了 只要他肯认输 再连降三级 就可以再做神仙 是啊 降龙是来凡间历练的 不管怎么样都还是有退路的 大种是真的死了 降龙看到了袁天霸的身边 变成了邪神的皮 袁天霸说 他的主人帮他换了一颗千年不死的心 他们是弄不死自己的 急功将心给掏了出来 竟然是一块石头 邪神一直在欺骗他 袁天霸知道真相后 说出了邪神的阴谋 当年佛祖为了不让邪神上人间去 就把他的权杖放在国庆寺的观音下面 骗降龙的精神 就是要把所有的神仙给搞跑 这样邪神就能趁今晚拿回权杖了 到时候人间就完了 降龙下凡的时间到了 如果再不走 他们就要永远留在凡间了 袁天霸不想死 让降龙把心还给他 降龙问他 就算把这块烂石头拿回去 你还是做黑罗刹的傀儡 你自己选吧 降龙没有走 一切因他而起 他要去摆平邪神 降龙经历过这些事后 已经深刻理解了凡人 他知道 上面那些人不会管这里人的死活 就算管 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到时人间已经血流成河 所以他必须留下 同样也是他自愿留下的 这样才能完成自我救赎 降龙抱着金身来到了国庆寺 在这里找到了邪神的权杖 降龙将法力全部传给金身 将其碾碎 在门上画上了佛家的金咒 邪神大头探了过来 这里真的是童年阴影了 金咒阻止了他开门 然而狂风大作将金咒吹飞 大门被迫 邪神伸手抓向降龙 将这里移为平地 危机时刻 大师出现 现在金身所剩无几 降龙要用剩下来的金身 打入黑罗刹的体内 这样才能制服他 他想请大师麻烦把邪神的嘴张开 邪神这时找了过来 抬手间防导屋他砸向了两人 大师不小心把金身给吞掉了 但还好剩下了两颗金牙 大师假扮成高人的样子 说让邪神跪下磕三个响头 就饶了他 邪神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笑得合不拢嘴 降龙拿着金牙钻进了邪神的嘴中 就这样消灭了邪神 降龙也化为尘土随风飘散 田庭的众仙都以为降龙输了 大种乞丐还有二十多年的饭可以讨 现在不但死了 临死前他还是个乞丐 小玉也被害得割破了脸 袁天霸更加的惨 临死之前还伤了几十条人命 菩萨却不这么认为 大种虽然是冤死的 不过在临死之前他捡起了尊严 知道了自己叫猪大肠 这一辈子他不会再做乞丐 小玉虽然划破了脸 但他不再当野鸡认真卖豆腐 袁天霸他临死前忏悔不想再做人 这一辈子他成了一头家猪 降龙他没有输 菩萨告诉大家 降龙罗汉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多了一个降龙尊者 降龙完成救赎 连升三级成了尊者 最后的颁奖仪式 是恶搞了九十年代流行的 港姐亚姐选美比赛 现在可以来回答大家哪个问题 通过这个镜头 我们可以明显猜出 大师就是菩萨 他故意将金身吃掉 就是不希望降龙烟消云散 同样也是因为他是菩萨 才会刚见降龙的时候 就说欣赏他 激功网深处来说 其实讲的是一个阶层固化的故事 所谓的九十乞丐 九十野鸡 九十恶人 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秉承天命一定的神仙们 其实就是社会的精英级层 在掌握了既得利益之后 谁都不愿意去改变这种现状 对于底层的好坏 莫不关心 降龙是体制内少有的叛逆者 他对制度的背反和鉴阅 引起了利己主义者们的恐慌 大家仔细观察电影结局 那些神仙的表情 往深处想 那些神仙最后的嘴脸 不就是想弄死你 又拿你没办法的领导和同事吗 看完四九的解说 会不会感觉这部电影 当年的票房低了点 我们来说说 为什么这部技工当年会大败 看过周星驰的电影都知道 他很喜欢改变 原有有名人物的印象 比如至尊宝 唐伯虎 007 都颠覆了大家 对以往经典形象的认知 这部技工同样也是 大家印象最深的技工 应该就是 有本昌老爷子的技工形象吧 八十年代 他风靡大江南北 提起技工 四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有本昌的技工 也是参考了历代书画作品中的技工形象 可以说是从画里走了出来 而星爷的技工形象 和之前大不相同 让人很难认同 我们再说 技工的故事架构 多其风是借用技工的外壳 讲了一个关于旧书的故事 电影内容很压抑 其实是九十恶人欺负小玉 按着降龙的头强行让他观看 看得人十分难受 最终结局足够悲壮 也发人深省 但这样的故事 很难让观众领会其深刻的内涵 星爷当时的卖点是无厘头 所以观众想看的就是喜剧 只是想开心 这种深度的片子看着很累 所以大家有点不能接受 这是主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就是导演杜琪峰和周星驰的冲突 杜琪峰是想借着技工的故事 也塑造一个大慈大悲的人物 但是周星驰是个很有想法的演员 技工身上加了很多 他不应该有的七情六欲 更加注重人性的塑造 把沉思放在了无厘头搞笑的背后 希望观众效忠有泪 在之前王精拍赌辖的时候 周星驰都会提出意见 最后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然而杜琪峰和王精的风格完全不同 性格也不同 王精可以说是商业片导演 只要电影能够赚钱就行 但杜琪峰很坚持自己的电影理念 后者在商业化的市场压力下 仍然坚持创作有个性的电影 所以两个都很有想法的人 难免会有冲突 杜琪峰曾在一个节目上吐槽过周星驰 在拍摄时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 而且还对片场的各个公众指手画脚 让大家都听他的 这让一旁的杜琪峰很是尴尬 因为周星驰看来更像是这部影片的导演 他的存在就毫无作用 直到最后两人的意见也没有达成统一 于是这部影片的风格就烧行混乱 这次的不愉快让两人彻底脑掰 杜琪峰更是放眼 这辈子都不会再和周星驰合作 然而不管现在怎么说 机工的票房惨败 确实对当年的香港电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香港票房领军人物都失败了 台湾片商就联合其他老板 给港片制定新规 规定港片不能以超过1700万的价格出售 不然他们就不再出资 这立马就遭到了港商的抵制 双方僵持不下 面对这样的局面 台湾院线就开始另辟蹊径 引进国外的影片 好莱坞电影在这一年进入了电脑特效时代 其带来的视觉冲击是无法抗拒的 台湾片商看到了好莱坞电影的巨大吸引力 他们决定放弃香港电影 转而去支持好莱坞电影 台湾市场的崩溃 再加上盗版的猖獗 港片就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港片从急盛走向衰落 是很多原因共同作用导致的 怎么可能只因为一部电影一个周星驰 据了解 这一年全香港上映了200多部电影 很多电影都是跟风拍摄的 什么类型赚钱就一股脑都去拍 这个时候的香港电影人 已经产生了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 最后劣币驱逐良弊 好电影越来越难得到青睐 比如说《一刀倾城》《铁马溜》 这样的好作品反倒被买没 也越来越赔钱 香港电影的产量只用10年 就从1993年的200多部 下跌到2003年的70部 再也没有当年的辉煌 那么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打赞评论区和大家一起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咱们打赞评论区和大家一起